还记得吗 国庆谈话不管是晚会会 或是正式大会上面 尤其是祖国论发酵之后 那金泽总统看起来是包牌概念 就是要把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还有所谓的祖国包牌 变成他的认同支持者 但是呢这段时间来 不管军演或各种议题里头 传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不管老公也不满 或者是独拍也不满 那他昨天在出席 文总的一文查会的时候 特别告诉大家说 文化力是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实力 我一直认为文化是我们的根 也是台湾的灵魂 好像在大法官事先之后 形成又变多了 独派不满赖清德的祖国论 那这个是谁说的呢 台湾民进行会董事长游吟龙 他说资深的独派 容忍蔡英文非常久 都寄望赖清德上台后 能够更彰显台湾的主体性 但是祖国论一出 确实让一些老独派 跨腰坐不住了 林作水说 祖国论并没有破除 国共内战的架构 反而落入中国历史 正统主义的苛旧 显然台湾多数的民众 都活在传统思想之下 才会先前的爱魂条约 领土论这些 劝以后民党都别再提了 那问题是两岸局势 现在升温 各种的紧张的情况里头 怎么因应呢 国军10月22号到25号 在澎湖这里做了 实施正将操演的演练 那在演练的过程里 用坦克机枪夜间射击 模拟共军民兵 以渔船来登陆 李正杰将军就在我们节目上面说 怎么可能 国防部想定用民兵渔船登陆 是不可能的 干脆令城交法这样算 共军绝对不会这样进攻 坦克也并排发射异光弹 会暴露行踪 所以他形容这场演习 只是烟火秀 是不是跟共军向战 在所难免非有一战呢 明年国防预算的陆军 编列了924.3万的预算 用在哪里 城镇战深化训练战场 兴建规划 强化要训练的就是 包括义务役跟义齐的士兵们 他们的守备部队 城镇战的能力 一旦进入巷战 那这个死亡跟冲突 什么画面 大家可以想象 很多PPT的讨论是说 国防部反正有新式的 弹板测试基辅和规格 各位国军的单兵防卫装备 越做越精良 大大提升 因为徐晓芯也刚提报 这些一直出现了品质不良的 各种的疑虑的问题 好 萧美琴副总统说 外界对于全社会防任性委员会 所有的误解都以为是全民皆兵吗 他告诉大家说不是的 是要大家拿一把枪吗 不是 那是错误认知 他需要全社会的力量 共同面对挑战 什么挑战呢 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民力并不会参与军事战斗任务 更不是鹤枪实弹的民兵 所以如果要删除民防法有关支援军事情务的主张 相当于瘫痪国防力量 让台湾社会陷入危机 这针对的当然就是一度 徐晓芯提案要修改的民防法 但最后连国民党也没有要提了 你要让年轻人去战场 如果让年轻人去参与民兵 那就是民党的决定 所以人民只能苦中作乐吗 在一系列什么各种演艺奖的时候 昨天领走了一个叫走中奖 得奖人博恩 他很有意思 他讲了一段话其实很酸 酸度破表 他说台海战争这个主题 这么敏感他都可以得奖 得奖就要感谢中国拿走一些领空 艺人源源不绝的关心我们 拿走领空跟艺人被拿走了 源源不绝关心我们 给我们创作的灵感 好害怕两岸和平 这个酸度的反凤 让台下的台制员 被拍到的画面是 双手插着抱胸 很严肃的在听这一段谈话 笑不出来 网络上大家PPT讨论说 抗中跑保台扛到清门打乎都没事情 这话说给圣上听可能就笑出来 讽刺民进党青鸟会飞出来吗 兵哥在看到赖总统最新的谈话里 独派对于他的祖国论 一直有一些隐隐而不发的不满吗 其实最适合谈这个是施政风老师 因为他是独派 所以他有不满 没错没错 待会让施老师充分的发挥 但是我们看到赖金德去当初去讲 什么爱魂条约讲什么祖国论的时候 我想这个真的是跟台独过去的论述 是完全截然不同 而且这个是很明显的去认同了 中国大陆的某一部分的论述 这个独派我想会听得下去也蛮奇怪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种说法 所以这是赖金德自己要去面对 我同意文化力是国家实力的一环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赖金德你现在到底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我现在听到很多人是说 他们是要渐渐把中华文化排除 然后建立一个台湾独有的文化 是什么 我很纳闷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那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 那这样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好像看起来是越来越混乱 大家的认同是越来越曖昧不清的 那至于说我们去在澎湖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登陆的反登陆的演练 演练OK 但是你如果知道的话 他选在一个老共根本不可能登陆的地点去演练 所以这就是干嘛 这是作秀 而且我觉得你们怎么会到现在还认为那种什么万船齐发 然后老共搭鸣船啊什么这样过来 那个是50年前的奖定好吗 渔船喔 现在人家登陆艦登陆艇一大堆 人家有非常新式的科技都在里头 直升机机降都有可能 你们怎么还认为老共停留在那五六十年的 甚至二战的水准 慢慢开着渔船 拜托要更新一下好不好 如果国军都是这样去想定战术的话 这会对我们非常危险 因为等到战争一旦发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敌人跟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糟糕了 那既然美军已经帮我们安排了要打成战战 那国军在这方面去做战绩演练 甚至做一些战略上的部署 甚至调动民力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合理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你要老实告诉民众 你要告诉民众 我们就是要这样做 那不然呢 每一次现在 只要大家一发现 你是不是要准备在为战争做准备 你要调动民力来做这件事 民党每次的反应都是 不是不是 那故意造谣 那在善惑人心 那故意引起台湾动乱 可是你就是在做这件事啊 不是吗 然后现在许晓鑫 他们不过是要把高中生 去配合军事情务把它拿掉 结果你刘四方跳出来跟我们讲 这个拿掉军事情务配合 这样不行 这样会造成整个 瘫痪国防力量 奇怪 我们的国防是弱到一定要未成年人加入 是不是 我们台湾的国防这么惨吗 我们都没有成年人来做这件事 一定要为成年人来加入吗 而且刘四方也好 整个民进党也好 赖清德也好 你们告诉我一件事情 当你们整个战略想定是要打 城镇战的时候 人民要怎么样不被卷入战争 谁能够不被卷入战争 这不是摆在眼前的事吗 所以战争就在你家发生嘛 那怎么可能你不卷入这场战争呢 你们到底在骗谁 在自欺欺人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 博恩这个反串有很多人还去骂他 其实我觉得 博恩的反串是语重心长的 两岸已经演变到现在这样的状况 当有一天他不再是戏剧变成事实的时候 大家愿意承受吗 自己好好笑想看 所以也会笑不出来了 施老师 是不是有很多的不满 对于紫国论 我先讲 不好意思 把你的不满赶快讲 没有 先讲说 赖清德最近差不多有两大重大的讲话 基本上有两个 一个就是祖国论 然后这个 先讲爱魂条也好了 我觉得你讲那些东西干嘛 你是站在大中国的立场 还是就是亏 因为中国基本上跟他邻周边的那些国家 大部分都和解了 以前乌树里江黑龙江外面那些到底等 那个时候其实搞不清楚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主权国家那样的概念 坦白说 OK 所以你故意故意去叼 然后再讲到祖国 我必须要讲说 因为以前阿扁他们是借壳上市 小英有一点他是说好像嫁接 嫁接 OK 他现在好像有点说是落地生根 但是我看起来是讲说 小英是1949 战后1945 他现在是191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是走回冷战了 就是说要跟老共再比 说谁是正统的 我的判断是这个样子 就两讲问数 你怎么跟人家讲 问题是说 你在讲那五千年 或者华人 元皇子生这些 你几乎是排挤掉的 你的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Toro而已 Toro 对不对 不好意思你们屏东 Toro就是这样子 就吃而已 文化是一个价值观 生活方式民主等等 你们的民主是那么低落 他们的标准都数捷可以为所欲为的 他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不太晓得 还有所谓的主体性 什么叫主体性 就是说 以我们的老百姓做主 然后相对国外的时候等等 我们要自己来做决定 但是不是啊 现在民进党政组是 我是觉得这是蛮奇怪的 我觉得我这补充 这两个好吗 对吗 我觉得文化人蛮可怜的 真的 坦白讲就是博恩等等 就是坐立不安 我觉得博恩至少还蛮有干 会亏一下 像我们的学者不能干什么 只能调侃 对不对 那我再讲一下像 像这些东西 最近就是 这个蕭美琴或者是 这个 这个 老赛鸿 是老赛鸿 他们基本上是在应付美国 就是说打相战等等 他们搞不清状况 我只能讲说 包括前阵子去年不是在贴 大家看那个地下室 左边右边有吧 都是乱贴 差不多要 差不多要掉光了 然后我自己帮小孩 接到那个点照你知道 就是说你光是那个 里面的那个文字 第一连第二连那些东西都不清不楚 他说你第一连要签单 我找不到第一连 打电话去问 不然你要去国防部问 你要去内政部问 那整个国家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老美琴 你这是什么 本来以为他们也在讲说 以前他们来看 以为台湾是新加坡 对不对 就现在大概是差不多 巴拿马的程度 这个样子而已 让你讲好了 我讲太多了 不会 像美国交代嘛 川普说了 这个要交保护费 重申不断的如始 要保护台湾 保护费 所以先叫上来 所以我们这些军备 军品 就保护费交交 是不是我们需要再说了 明显 包括成政战 和生化 这个我当兵的时候 有受过训练 我相信兵哥应该也有了 早期都有了 可是现在国防部编列 是先取预算900多万 当然老师公也我认同 就是跟老美应付 你包括还有训练 包括民防 民防不是民兵 那是属于后勤的一个战力而已 可是你包括黑熊学院 甚至要动员到高中生意意院 你会让人家觉得 包括最近国防部 准备采买了火山部的系统 你有种感觉说 两岸兵凶战危 准备要打到 打到那个摊堤作战 甚至要打到城镇战了吗 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我是装甲部队 受训那个城镇战 你知道吗 我们还有那个 从那个二楼这样 攀绳索下来的 步枪是背着 准备就到打仗那样子 那是最后巷弄战 之前不是有一个 美国的官员讲说 我们要学 要不要学乌克兰 人民接兵 人民发一把步枪 AK47 要打到那 当然是拿M16 或拿比较更高阶的 不是拿AK47 可是他打到那 当这种讯息一出来的时候 让他觉得一个印象 就是两岸兵凶战危 可是过去 包括历任的 不认蓝绿 谁当总统 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就说 两岸不要走到兵凶战危 穩定两岸的和平 是 要如何避战 穩定两岸的稳定关系 是总统的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那现在的情况 民党让他觉得说 光部买这么多武器 买了火山布雷系统 然后又要搞城镇战 巷弄战 两岸真的要打仗了吗 让他比较担心了 我是已经厨艺了 可是很多小孩 我很多认识 很多家长小孩 我今天想要做兵 接下来都会担心 就两岸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刚刚在讲 台湾的价值是什么 台湾价值是多元併容 49年来的一批 包括我老婆 我岳父他们是49年来的 可是现在又有很多外配 包括这些有五六十万 所以台湾是多元共荣 可是你被民党来讲都切割 你49年以外就不是了 我先说一下 你不要讲外配 你会绿 新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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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新著名 外国人不行吗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在国庆的致时 有讲得很好嘛 中华民国是国 台湾是家 还有中华文化是根 民主自由是宝 中华文化这些 你不能把我买去 中文字 中文字是个台湾字吗 我在贴 那贴 那贴是 你是台湾跟你拆的吗 还是你贴不贴 筷子不要拿 拿刀叉就好了 所以老实讲 不要忘了自己的根是哪里 那这些讲这些 不是说 我就是说 我就是媚中 我就是卖台 不是嘛 根在哪里 你就要记得自己的根 所以总统都强调这些 那是因为有助于 穩定两岸关系 现在不是 很怕就是刺激一下老共 刺激一下大陆 还有赖清德的 两岸论素是这样子 他是前后摇摆不一 跟阿姨的同样 阿姨当年2000人就职的时候 他接见传统基金会佛纳的时候 还讲说 九二共事是一宗各自表述 阿马上两年之后 变苦惊阿 所以两岸是一变一国 冠马衰人败 所以总统是这样子 两岸论素要有一致性 稳定性 那事实上 不是对内诉求而已 还要稳定两岸关系 第二个 台美关系很重要 卖武器很重要 可是是 军备是要自己自我防卫的力量 而不是拿来挑衅用的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事实上 賴总统的第一个 两岸论素是要稳定 稳定两岸关系 第二个 对于军够的部分 我们不要在美中的地缘政治的大架构底下 变成人家的棋子 这很重要 所以包括这些巷弄战 火山布雷系统 我觉得该调整就要调整 最后 对 我觉得老共是这样 当然老共他武力 对台湾的恫吓也有 可是如果去化解 避战是很重要 避战不是我们要跟他钢到底 做军事对抗 所以是很重要 可是这个就是博恩酸的 是 好害怕两岸和平 那这样民党会没有票吗 酸得很到底啊 酸得很够味啊 所以我觉得这样 像博恩这种都会酸到底的 金水走中想要给赖总统吗 是 我觉得赖总统应该做 他最近不太教训吴珍跟那个 说你们做YouTube不能太过 不专业 不专业啦 你们要严肃一点 要有专业啦 如果对赖总统怎么去评价 博恩这一个 所以我觉得赖总统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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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